出现黄叶掉叶呢 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土养太过于板结 不利于文竹的根系生长 因为文竹它对肥要求不高 但是对土养要求比较高 所以呢我们养护文竹 为了让它长势旺盛 一定要多给它补充这种黑粉 这种黑粉它可以改良土养 优化土养环境 促进根系生长 让这个土养更加肥沃疏松透气 那么这种黑粉呢就是微生物菌剂 这种微生物菌剂它还有大量的油机制 还有有效火菌 枯草药包冠军 改良土养促进长根 我们只需要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这个土养 疏松透气肥沃 有利于文竹的根系生长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直接将它浅埋在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 一个月用一次 而且呢这种微生物菌剂 不单文竹可以使用 其他花卉同样可以使用 用来改良土养促进生根 让它的根系更加的发达 那么根系发达了 自然长势旺盛就没得说 好了 这就是养护文竹需要注意的